目前在上海一家公司做HR工作 她平时的时候更想消失 我是一个在爱的蜜罐里长大的孩子 我爸妈非常恩爱 也很宠物 在父母的支持下 上海的生活并没有给我带来压力和困扰 25岁的时候 我期待有人在我耳边轻轻地说爱我 可结果没信息 没未接 前男友说我做 我却觉得是他不够爱我 我很好哄 但你一定要及时 你现在的陪伴到底是因为爱我 还是因为责任 我喜欢天天腻在一起 我不太喜欢腻子 爱哭的女孩我接受不了 我很注重细节 而他在细节中一定让我失望 爱情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为什么有些东西 总是要等我开口你才会给 特别迷茫 不知道出了社会之后 一个成年人的恋爱应该怎么谈 有些会喜欢吗 会啊 也许有人会说我太作 太纠结 但一切患得患失的根源 只是因为对方心里没有我 我最后有一个小礼物想送给你 这一片绿色的叶子送给你 绿色代表着希望 我希望我们两个之后的 未来和爱情是充满希望的 谢谢 这是高手 太厉害了 高手 这么说的话基本上他就有戏了 3号 女嘉宾你好 我最不会的就是吵架了 你现在是想要干什么呢 因为台湾真的吵不起来 对 那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或者是工作累了 对 我们可以一起去遛口 对 我们家养了五支 那最后我妈也常跟我说 人的一生不能忘记的就是认真 不能玩的就是人生 那我希望在我的人生 有机会可以认真地对待你 谢谢 谢谢 6号 女嘉宾你好 他把你又捞出来了 因为之前我选择灭灯的原因 其实就是我看了你的VC啊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女孩子 就是但是我个人觉得 你需要的是更多的陪伴和关爱 因为你是一个很脆弱的人 我觉得我做不到 所以我选择了退出 谢谢 问一下你们还坚持6号吗 不坚持不坚持 不坚持 好 来 谢谢 谢谢6号 你给他妈吓着 喝口长知识追爱追到底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知道你们两个平时 有什么特殊的小怪癖吗 就是我会把女朋友的照片 披成很搞笑的动物啊 比如说猪脸啊什么的 对 这三怪癖吗 来 3号 我钱包里的钱 我都希望它是同一面的 你听得吗 这个叫怪癖 有喜事 喝好酒 狼牌特区 相伴永久 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1号 3号 你的选择是 1号 1号 好1号 好1号 绝对1号了 1号 好1号 1号 2号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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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3号 1号 1号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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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喜欢你无数 爱你无数 你需要提侦给我光 我喜欢你多不足 人生不足